全球高通膨与经济的衰退使得市场的波动日益加大 劳动红利的减退已不可逆 业者面临日益严峻的产业环境 为协助推升台湾制造业快速朝向智慧化制造目标迈进 工商时报日前举办自动化机械即智慧制造展 展览期间贴心规划数位转型与智慧制造论坛活动 为有意升级智慧制造的厂商提出解决方案与智慧制造平台的搭建 完成迈向升级工业4.0的终极目标 工商时报表示 数位转型与智慧制造论坛活动 主要聚焦探讨议题以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为主 并邀请学者、专家及研究单位等多位重要贵宾与会 以及工业界国际知名大厂 如西门子、易格斯及马森科技等精心策划专业议题探究及案例分享 与会者聚精会神聆听汲取重要情报 注释为产业界一场精彩的论坛 活动开场 由台大机械工程学系终身特品教授 觉文玉阐述智慧机械的应用与发展趋势之一题 觉文玉教授表示 台湾近年积极发展智慧机械与智慧制造产业 渐渐展现成效 以补足台湾制造产业基联网能力 并推出许多智慧机械功能 如驾动率管理 参数自动补偿 智慧切削等功能 近年来随着工业4.0全面推广 智慧功能 受服功能 整合功能 更新效率等是必为竞争之所在 因而未来AI加高速网络已是势在必行 并且今年工具机龙头 Deanjury与发纳科等企业 也积极运用AI与机台设备精度维护 关键零组件预警 品质预测等一题 强化设备竞争优势 台湾中小企业占台湾金属加工制造业约80% 缺少通讯人员加入 需要积极与ICT产业结盟 而且整线和整场完整方案服务能力较弱 与台大机械系成立旗舰团队的 绝文玉教授研究团队等学界与业界 正积极协助推升台湾智慧机械的应用发展 拉近与国际大厂间距离 工研院机械所智慧机器人技术组 护理蔡成汉则主讲结合人工智慧 打造智慧机械VR与AR新器机一体 分享工研院AI自动化工具之技术及案例 以及工研院首创全自动化AI工具机器人取料系统 协助产业数位转型 活动中蔡成汉副理案例分享的TV产线元宇宙 工研院与中原合作以VR展现 建构全国第一元宇宙电动车马达产线 工研院亦协助半导体厂合作建制AMR技术标准 加入AI之运算全以模拟化运作 另外蔡成汉副理也详述AR扩增实镜虚拟 检修引导系统之运作 以及更有感的应用以元宇宙建工厂 巨型龙门九轴同栋机器人系统 龙门机台长度10米宽度4米 在模拟器中将之作出蔡成汉副理分析 以元宇宙运作最大的益处是无需投入太多的成本及人力 而最重要的是金钱直接影响业者的竞争力 伊格斯智慧工程塑胶产品经理资百杰表示 iGas拖链及电缆线动态的应用中 已经有超过50年的经验 在产品的规格选择及稳定性都优于其他竞争对手 如今智慧产品的推出 更强调工厂强调铃当财 确保产品在设备上稳定的运行 没有无预期的停机发生 换成OE的说法 我们是在驾动率的提升 同时我们的产品也能侦测自身运行状况 并精确计算我们产品的胜余寿命 这些数位化的数据都可以提供给客户在数位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的阶段使用 iGas工厂100%采用绿色点力 并不断减少机器设备消耗 设出成型生产中产生的99%配品可为回收并在制造过程中再次使用 同时iGas的产品使用寿命长并且轻量化 都代表着更低的能耗 iGas目标在2025年达到建筑和生产的碳中和 马森科技总经理陈瑞宏表示 在切削制程中最重视的就是时间与加装品质 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即是刀具寿命 马森科技的智慧刀把能透过实现机器触觉达到智慧切削 极有感测器赋予于刀把触觉的能力 收集失利的回馈让机器将原始数据转换为较高等的讯息 完成更许多过去机器无法达到的目标 智慧刀把的优势在于即使在高速旋转 高温且潮湿的切削加工环境中 依然能提供高精准度的感测能力 实现灵敏度小于1m的切削力感测 及时了解加工状态 并将搜集到的数据直接与控制器进行串联 而累积的数据也能进行研究分析 最终达到高度智慧制造 协助提升生产本定性 不仅能省下时间与成本 提升产品品质 甚至能节能减碳 增强企业探权掌握的思维 Siemen's西门子数据工业工具基础协力 谭世斌以数据双生 AI、自动化及永续节能四大议题为主轴讲演 并阐述西门子如何协助厂商提升竞争力 在数位的环境中 Siemen's使用数位 CNC机台 实现量身打造和完成机台开发工程 整合机台设计概念在数位的平台 从机械工程与电控开发 到完整的机构与控制模拟 西门子为机台开发提供解决方案CMVM 传统流程的成本和风险极高 可能在机台开发最后阶段才发现问题 利用数位双生开发 最多可缩短30%机台开发时间 进而节省成本并避免机器在调试中产生碰撞 目前国内已有多家机械厂 导入CMVM为开发工具 透过CMVM可降低成本及缩短上市时间 亦分享实际案例 Siemen's在不同应用领域提高业者生产力 以AI及智能法协助国内汽车传动系统制造厂 和大工业提升产能约达18% 齿轮产能提升且品质维持不变 也在轮圈业者航态厂商测试并助其提升产能 永续节能的议题受到大家关注 对CNC机床厂而言 提供能源消耗的透明度非常重要 Siemen's提供CTRLE能耗功能 驱动器与控制器接连一起 主轴 马达 切削等等能耗 皆记录在控制器内 可透过画面展现 另外 也提供待机模式 以少待机时之能源消耗 面对大陆工具机崛起与挑战 台湾工具机制造厂更需投入研发 不断精进台湾工具机的品质 创造差异化 数位双生提供工具机业者 在研发投入的成本和效率上诸多优点 实为最佳的解决方案 工商时报表示 台湾制造业多年来奠定后世的根基 但在面对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国家的紧追不舍 仍需持续经济研发 以拉大与竞争者间的距离 虽然近年积极导入Io AIoT AI等的技术 在数位化的过程中 更需强化ICT的技术 例如软体及系统的整合 服依前瞻设计的系统及丰富的案例 提供国内企业最实切的规划与建议 推升台湾制造业 快速向智慧化的目标迈进 达成产业互助一加一大约二的成效 感谢观看